据报道,3月31日有两架解放军的战机飞越了所谓台湾海峡中线 台湾当局反应强烈,称此举破坏了两岸现状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?谢谢 据了解,这是解放军年度训练计划内的正常安排 实际上只有一个中国,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,也不允许分割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职责 是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所在 反对台独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